哈囉大家好我是蜜蜜蜜 我們今天呢 要繼續我們的 星灰巨龍模組生存喔 來 各位觀眾 我們上一集呢就是 呃 升級了我們一些星灰的等級嘛 然後 然後呢也將我們的一隻老鼠給升級成了就是 老鼠龍的樣子 然後我們那隻老鼠就真的非常非常的強 目前牠就待在這裡好不好 待在這裡 有沒有 超可愛的小白 然後為什麼我 道理又不要指向牠 牠開始狂閃啊 你是怎樣 牠左上角那邊狂閃是怎樣 等一下是這個 顯示模組的bug還是怎樣 我看其他東西有沒有 其他東西是正常的啊 好啦算了不管 那我們今天的話要不要繼續來鑽研一下星灰的東西啊 因為各位看我們這個共振這邊其實已經 完成的差不多了 好的那我們首先可以先做這個有沒有 呃 多米克共振器 牠好像就是這個法克斯 法斯克共振器的升級版吧 我們可以稍微來做一下 不知道這東西會有什麼更特別的效果欸 因為我們這個東西原本是只能看那個 我們的這些紫色的霧氣有沒有 目前在這邊還是看得到 原本這個效果只有這個 那我們就直接升級看看有沒有 什麼更強大的效果吧 噗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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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牠好像 欸 等一下 牠圖示怎麼不一樣啊 牠圖示應該是紅色的啊 為什麼這個是藍色的 可以調的意思是嗎 噢 噢 噢 牠有兩種功能是不是 藍色的就是一樣是看這個的 等一下我完全看不懂是幹嘛用的 所以說我稍微去查了一下這個的效果 把這個東西切成紅色之後 對這個點一下 我們飛上來看就可以看到 我們周圍有一圈的那個白白的 這個範圍吧 牠應該就是只可以看這個 雖然說我不知道有什麼用就是了 噢 噢 WTF 我被什麼鬼鬼鬼打死 欸 什麼東西啊 我怎麼死了 我是直接被秒殺是不是啊 天啊 還好我那個東西都還在 不要鬧好不好 好啦 總之我們看完了之後 我們就回去吧 繼續來進行我們的 心灰建造計畫 然後這個東西喔 水晶共整 我們共鳴之利 好像不只有我們可以使用 水晶的話好像也可以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可以嘗試一下這個東西喔 我們就隨便拿一顆來使用看看 應該是拿水晶對著這個東西 點右鍵是嗎 不是 還是Q出去啊 喔 牠吸上去了 然後我們周圍的那個星座有沒有 就開始往上衝光 接著一段時間之後 牠應該就變成那個 共鳴水晶石是不是 還是什麼東西的 喔 牠才開始了 牠才開始了 開始共鳴了嗎 牠變成一個藍色的泡泡欸 唉唷 我們拿這個的東西來照照看 好 這個東西一點屁用都沒有 我們來看一下 共鳴水晶石有了 我的天啊 然後牠就會寫說牠調整到了非工作 只是我目前還是不知道這個東西是用來幹嘛的 應該是跟著這條線過來啦 痾 可以直接投 還需要一個放大器來聚集散亂的星囊 就是這個放大器是不是 我們就也稍微做一下好不好 然後牠這個東西是需要水晶石還是共鳴水晶石 好像是一般的水晶石就可以了 我們就拿一顆最廢的出來 來 就是這個東西喔 我做 然後接著呢 我們再擺出牠的祭壇 牠這個祭壇還蠻難擺的欸 總共 反正就這樣子嘛 喔 我們還要再 就造一個祭壇出來是不是 喔 可以的可以的 在造祭壇嗎 沒什麼的 OK 大功告成 應該就是這樣子吧 這個祭壇還蠻小的欸 跟其他兩個比起來這個是還蠻小的 不過我們一樣好不好 這個光我們還是給牠點一下 金石的話要怎麼用 喔 把水晶石放上去 然後牠 呃 等一下 有什麼效果嗎 還是我要等晚上現在早上的沒有效果 喔 不是啊 我放錯了啦 那光想說沒有效果 牠旁邊是這個有調穩的才對 我這樣被亂放是怎樣 那光想說沒有效果 喔 我真的覺得 這個魔術 牠那個方塊有點像 真的會讓你搞混欸 啊 然後我記得之前有觀眾跟我說啊 六分移就是可以來檢視 這個東西有沒有誤的喔 比如說我們這個祭壇如果沒有誤的話 我們點一圈牠就不會有反應 喔 牠開始散出黑色的栗子 噴光了 噴光了 可是現在是早上 我要去睡個覺 好的 給我關就我們回來了 哇 牠這個光怎麼噴這一點點而已啊 短短的 等一下 可是 我還是不知道有沒有什麼效果啊 非工作的效果是什麼啊 我們看一下 是應該是這個吧 這樣強大的 會形成個傷害領域 攻擊附近的所有敵人 我怎麼知道 這個就是用防禦水晶的感覺是不是 我剛才這上面有什麼意義 我剛才下面才有用啊 我的天啊 喔 我們把牠帶下去看一下啦 我看一下這個效果是什麼 我們把這邊 我們直接在下面再蓋一個新的祭壇好了 搞什麼東西啊 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放上去 然後放上共鳴水晶石 來 有沒有什麼效果呢 牠真的 刷怪塔是不是 真的刷怪塔 我的天啊 我的老天鵝啊 忽然覺得這個好像沒有什麼用就是了 有嗎 有這個感覺嗎 觀眾 我們隨便再引一些敵對神功過來 好像沒有很好用 牠放我滿遠的 其實牠放我滿遠的 我覺得其實沒有很好用欸 不過我猜後面應該是會有一些 呃 能力是有用的啦 只是我覺得 飛工作比較沒有用 像這個東西有沒有 牠就可以讓我們在一定的區域內用飛的 其實還 還不錯啦 然後我稍微查了一下 好像還有一些就是 可以禁止敵對生物生成的 或者是一些 可以把我們自動燒東西的 那種 祭壇之類的 總之我大概了解了啦 好啦 雖然沒那麼好用啊 不過我們既然祭壇都造出來了 我們就把它放在這裡啦 可能之後也可以做其他用途嘛 那這樣子我們共振的 大部分東西應該也都擠得差不多了啦 所以說我們就直接到 下面這邊來吧 直接做一個天灰祭壇出來 讓我們的祭壇 更進一步的增強 來我們直接升級祭壇 天灰祭壇 哇他直接跑出白白的氣體 不錯不錯 只是我不知道他那個祭壇要不要更改就是了 我還蠻怕要更改的 這樣子的話我還要再擴大 拆掉這些有的沒的東西 蠻麻煩的 喔成功了 天灰祭壇 接著的話我應該就 又多一個東西吧 有有星秀 欸星秀這邊有BUG是不是 我看不到下面 喔有有有 他 有好多奇怪的東西的喔 那我猜是應該是從這個地方開始有沒有 新能聚集器 然後散出來的感覺 啊不過果然啊 果然要那個升級祭壇了 可以不要升嗎 這樣超麻煩欸 好啦我看一下 他祭壇的話 好像有變大欸 好煩喔 真的好煩喔 不過沒辦法吧 只好改了 喔我們只好改了 他叫我們改 我們就得改啊 這樣子應該擺好了吧 看一下 喔有喔 然後因為我們把那個板子都拆掉了 所以說他目前 還蠻臭的 不過接著我們只要再把板子放回去應該就可以了啦 其實一般來說還是可以的啦好不好 就改成這樣子嘛 一邊兩個 也是夜祭壇啦 這樣子應該可以了吧 稍微看一下他那個 能量超過一半其實是還可以啦 那我覺得我們今天新霧的進度就先到這邊好了 因為我還需要就是 私底下研究一下 星秀頁面的這些東西喔 這個其實也會花一段時間 這樣子我拍起來也會比較順吧我覺得 那最後的話我們再做一個 關於老鼠的東西好了 其實有一個東西我一直都還蠻想要做的 就是 總之我們又要需要好不好 抓一些老鼠出來了 抓老鼠出來唷 我想做的東西呢就是 之前我有稍微看到啦 就老鼠他其實可以運送液體喔 這個東西呢還可以升級上去 就是變成吉乃女僕喔 我們就是可以用這個東西來 叫他幫我們 採牛奶好不好 就是吉乃 然後呢有個東西是 這個 凝乳舞台 就是可以自動幫我們生產起司喔 我們可以用這兩個東西來 幫我們做一個全自動的 起司製造機 然後我們就可以有用不完的起司喔 對不對 感覺超棒的 所以說這個我覺得是必做啦 再加上我起司其實也快用完了 喔沒有其實沒有快用完 可是我覺得我想要自動量產一下 所以我們就來做吧 凝乳舞台 那在我們 製作那個 金家女僕之前呢 我們可以手動來試試看 就是我們擠奶 然後 把牛奶放進這裡面 他會怎麼做 其實這個東西手動也可以啦 就是我們可以一次裝很多個 然後一次放進來 然後各位有看到他這邊 在製造起司的 然後呢我們直接擺上箱子 再擺漏斗 接著把凝乳舞台放上去的話 應該是可以達成半自動啦 試試看 這樣子他應該會產出起司之後往下掉才對 啊是不是是不是 非常的不錯 接著我們只要再做出 吉乃女僕 他讓他自動把我們把液體放到這個上面來 我們就成功了好不好 我們就成功了 所以說好不好 自動的 起司生產機 我今天就要來做出來 老鼠升級桶子 接著老鼠升級 吉乃女僕 接著我們就可以抓一隻老鼠出來啦 當我們的小女僕啊 唉唷 我們放這一隻好不好 這一隻一看就是一個吉乃味 怎麼又是母的啊 總之我們就把他抓過來放 唉唷那頭牛怎麼不見了 哇他這裡不要亂跑 來來你別動 我讓你當我們的 他跑不見了 唉你跑去哪 不要亂跑啊 亂跑個屁啊 我這個給你好不好 你就拿著一個桶子 然後開始 幫我採集好不好 採集喔 採集不是嗎 點這個東西是不是 存入 這樣他會不會開始了 你真的會擠奶嗎 你要不要幫我擠一下 還是其實不是這個 不是採集 而是這個東西 真的唉 他有時候設定真的都怪怪的 有嗎他擠了他擠了 然後呢 完了我真的 我只能講 我們老鼠就是個白癡啊 好不好 他這樣都上不去啊 所以說我們需要給他 放個樓梯好不好 放個樓梯讓他爬上去可以了吧 你不要上去啦啊 上去一下 啊我知道啦 我要這樣子才對 我把他從上面好不好 從上面點 這樣子可以吧 我要爬上爬上來了 喔 喔成功了 唉我們的牛在亂跑 等一下 我要想辦法把牛關起來對不對 欸你過來你過來 對啦 對 你過來 唉其實我也不用欸 我直接把這個地方 有沒有用柵欄圍起來就好了 我們稍微做一下柵欄 好的好不好 牛牛 專心被擠奶就對了 反正我們這個 呃 凌乳戰 他還是需要時間轉成起司的嘛 所以說 呃 牛跑遠一點也沒關係 只要他最終能夠幫我 轉成起司就行了 好不好 太棒了 之後我就用不完的起司 我打成一個自動化的東西 有沒有 太棒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 就超級小的 那我們下集再見囉 掰掰 大家按一下 我們下集再見囉 感谢观看